資料庫裡面,那我們也等於是原來預設的是ACCDB,我們把它增加一個SQL Server 裡面增加一個我們的這個資料表 那接下來的話呢,在裡面我們新增一個 這個DataShow,底線加一個SQL的一個 一個webform加入裡面,這邊用webform,然後呢名稱打上去 加進來之後的話呢,這個地方其實也非常簡單,第一個的話,我們是用SQL Data Source,把這個資料,這個控制量放進來 第二個的話呢,加上這個DataList,把它放進來,放進來之後的話呢,當然設定一下,我想這部分應該不會太困難 你就直接找到我們的這個資料庫,它會幫我們建立一個Connection3,其實這個Connection3呢,其實裡面也定義一些 你的資料庫方哪裡的相關的設定 好,那建立好之後的話呢,這個地方已經連線了 再來的話呢,我們底下的這個部分 DataList,設定的部分特別注意就是說 第一個,請你選擇資料來源,那選擇 上面這個SQL Data Source 1 第二的話呢,你要設定一個格式 那格式其實這地方也非常簡單,就跟PowPorn一樣嘛,你就設定一下,PowPorn就不會是黑白的 OK,比如說設定一個繽紛,按一個確定 再來的話呢,這兩個不用設定,因為這兩個其實就由那個DataSource去設定 那屬性的這個部分的話呢,暫時,裡面我們也用這個資料行的部分的話,先不要動它,等一下下個範例再來看 其他相關的格式啦,框線喔 如果你的範圍